2021年度武林峰十大KO杜九位 刘策TKO雷纳托 精彩指数七颗星 同样是2021年4月24日 武林峰世界金腰带挑战赛 93公斤超级战 由全国三大冠军赛亚军刘策 对决MMA明星张伟利的赔变 巴西巨塔雷纳托 刘策技战术丰富 在腰道魏睿亲自指挥下 第三局58秒 刘策将雷纳托击到肋脚 重拳打晕 强势TKO获胜 好 轻重的时候 这个蓝方写手雷纳托 超重 完盆档 扣掉一分 对 完盆档 超重被扣掉一分 是 所以比赛还没打 就已经很被动了 雷纳托呢 他不是说从巴西来的 现在这个疫情期间 他一直在 在国内 他在这个黑虎国籍俱乐部 和张伟利是同一个俱乐部的 现在呢也有在带学生 也是一位教练 是 我们红方选手 刘策 来自瑞格斗俱乐部 刘策从去年开始 打五零风的比赛 成绩非常的好 他战胜了周威 然后在上个月的比赛当中 KO了张财宝 取得了两连帅 这个雷纳托还是要把全拿起来啊 不能太放松了啊 可能有点太小看这个刘策了 先手撑开 刘策打得稍微有一些谨慎 对方确实力量很足啊 你看从这个身材上来看 就是比自己大一圈 对方换架了 因为你看你 从他的俱乐部 就能够 看得出雷纳托的特点 他除了这个自由搏击之外 还有这个 MMA MMA他也有涉猎 所以说我们知道练综合格斗的运动员 一般力量上会要大一些 是 是这样的 第一扫 白圈 没打中 注意抓银机 对方现在没有防守 对 打得也很放松啊 两个人节奏比较慢 是 4号没有防守 你看对方的这个感觉是很好的 对 左掌的感觉很好 刘策不要着急 还是要吊着对方去打 对方确实力量是很 很重的啊 其实力量很大 其实然后在这个级别 两个人打9分3 在这个级别两个还属于灵活的 是 其实我们看这个 雷纳托啊 刚刚那个躲闪 就像灵活的胖子 比较灵活 对 最后点时间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 看看两个人随先变化 通过第一回合的这个 试穿了以后 对 这是一场93攻击击的超级战 红方选手刘策 对方确实是力量很足啊 雷纳托 这拳法很重 其实我觉得 雷纳托还是有漏洞可抓的 对 刘策可以去想想办法 是 刘策现在我觉得过于谨慎了啊 哦 高扫 又刮汤了 哦 转身 不要转身 对 OK 放 这刘策的拳法都不错的 哎呦好 有反应了 这一腿 对方换架了 哦 对方也很重 这个扫腿 搞扫 击付 确实你看他这个大腿的这个维度 这个维度要比刘策的要扣啊 感觉 是 可能他的腿发并不擅长 哦好 继续砍对方的小腿 好像有一点反应了 对 他又换架了 是换架了 能够看得出来 走 不要摟抱 不要摟抱第一次的提示 放 有着招的机会 钱志全有命中 护志全被对方都闪掉了 又是这个鸡砍腿 其实有了 借着一个蹬腿 是啊 迪西 还可以做低扫 是 高扫 哦呦 换油了换油了 换油了 看能不能找的机会 可以往对方 对方换架了 换架这个时候 其实可以多打拳 因为对方的这个 换架了以后 可能拳的力量就 又不是特别好了 是的 是的 又是一个 对方后腿的这个 小腿部位已经 红了 对虽然他黑 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个红 可见这个 效果是有了啊 看看刘策能不能抓住机会 但是也不能大意 对方的拳很重啊 对方轮到一拳的话 也很致命 对 攻中扫 很重 啪一下 啪的一声 是 对 尤其是这么大级别 他的这个 刀腿是很重的 直接的顶吸 柯之泉有命中 继续踢啊 是 对方现在是没有防守了 柯之泉没有命中 嗯 还有10秒 看能不能撑过去 对方抗击大能力确实很突出 好 两位进入到了第三回合的 关键一回合 而且刘策这一 这一局可以再放开一些 对 我给他 对方好像已经没有了上来的那种锐气了啊 整个动作都慢了 体能也下降了 后腿的小腿的外侧 对对方 被刘策主动进攻这样的一个方法 现在也是很难受啊 哦 柯之泉有命中 欢迎了 招出机会 前百天有命中 五百天有命中 对方这也站不住了 找手 哦 柯之泉 出面了 还得坚持站着 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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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的话可能没办法进行比赛了 没办法 结束比赛 继续比赛 好 祝贺刘策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刘策今天打得呢 也比较谨慎 面对这样一个大块头 因为大家看着觉得 这个林纳托的反应有一些慢 但实际上通过前两个回合的较量 我们能够觉得他的拳的分量还是有的 祝贺刘策 好一套组合拳 红方TKO对手 比赛结果 红方上